在上一期节目当中,玉大华教授讲道,嘉庆二十五年,也就是一八二零年,嘉庆帝到塞外匕首山庄木兰秋写。 不料第二天,嘉庆帝却突然猝死在匕首山庄。 国不可一日无君,这时,嘉庆的儿子明明继承了皇位,成为清朝入关以后第六位皇帝,改年号为道光。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那么,刚刚即位的道光皇帝和先帝时期的大臣们能够和谐相处吗? 道光的即位对以后的鸦片战争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辽宁师范大学玉大华教授继续为您精彩讲述,道光与鸦片战争第二集,一兆风波。 道光帝登上皇帝宝座,仅仅十天,朝堂上就发生了一场大风波。 皇帝宝座,一方是义正词言,咄咄逼人,另一方是满腹委屈,毫不示弱。 双方啊,就僵在这儿,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新皇帝上台的时候,先帝所用的大臣呢,往往要被清洗撤换。 严重点的,可能身家不保啊,这就是古语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 人们一般容易生出事态炎凉,人走茶凉之类的想法,其实啊,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每个皇帝的执政风格不同,对臣子的要求也不一样。 而且,新皇帝上台的时候啊,豪情万丈,要做出一番事业,总需要有一些啊,在于领会理解,落实的亲信。 原来先帝所用的那帮,沐气沉沉的大臣啊,自然在淘汰之列。 所以,上台之初的道光帝啊,就把整顿矛头指向了军机处,也很自然。 道光帝继位之初,接收了他爸,嘉庆皇帝的军机处的原班人马。 嘉庆帝当年啊,也是豪情万丈,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但是越忙活,越势得其反,加之,他年纪越来越大,精力不尽。 最好也就谢他呀。 于是就用了一帮泥瓦匠,军机大臣,帮他和西尼,东图图,西摩摩,粉饰太平。 这个时候,首席军机大臣啊,脱金,66岁。 二把手,带军员,75岁。 道光帝多大? 38岁。 差好几个带过来。 怎么勾手? 这帮军机大臣啊,你别看能力不大,资格可了不得,说起来都适合过道光帝他爷啊,像龙。 所以白起老资格来,对新皇帝也未必就打心眼里,恭敬,所以非换不可。 事实上,道光帝置换军机不只是因为他和前朝老臣在沟通上有代沟。 关键的是当初在道光帝继位时,并没有立即得到军机大臣、脱金、带军员的任务。 虽说道光帝的机位有惊无险,但是他还是憋了一口气,简然对脱金和带军员心存不满,所以道光帝登机不久,就有撤换大臣的想法。 但是,撤换大臣终究不是一件小事,不能说撤就撤,总得找个大体上说得过去的理由,那么这个理由到哪里去寻找呢? 真没想到,这个理由很轻易就得到了。 在道光登上皇帝宝座,仅仅十天的时候啊,就发生了遗照事件。 案例啊,每一个皇帝去世之后,都要以他的名义发布一道遗照,表达对过去的总结和对未来的期望。 说是遗照,实际上都是新皇帝让军纪大臣以老皇帝的口吻你的。 嘉庆死了,道光让军纪大臣以嘉庆的遗照。 嘉庆不是史在避暑山庄吗? 所以遗照中啊,免不了就要提到这个地方。 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跨避暑山庄,为皇考降生之地。 有这句话,惹麻烦了。 所谓皇考啊,是皇帝的死去了的爸爸。 活着的爸爸不能叫考。 这里边说的皇考啊,是嘉庆的爸爸乾隆。 也就是说,乾隆皇帝降生在避暑山庄。 军纪大臣啊,把这句话写进去的用意啊, 无外乎是为了烘托避暑山庄的神圣气氛。 说嘉庆帝啊,死而无憾。 为什么呢? 你看,这是我爸爸的出生地。 啊,所以他死而无憾,把他夹进去。 遗照,经道光皇帝批准,颁发全国。 满朝官员,谁都没看出问题。 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的是,汉林院编修刘凤告。 一个汉林院的七品资本官,刘凤告,有这样深的洞察力? 原来啊,二十多年前的嘉庆初年,刘凤告参加编撰《乾隆时录》。 最早发现了乾隆出生地的分歧。 本来啊,当时的中国人都以为乾隆就生在避暑山庄。 很多歌颂避暑山庄的诗里边,就提到了这一点。 但是刘凤告一整理材料才知道啊, 人家乾隆爷自己说自己生在雍河宫。 其中乾隆在自己的诗集里边三次提到生在雍河宫。 那么乾隆皇帝到底是生在雍河宫? 还是生在承德避暑山庄呢? 边修实路的大臣,也拿不定主意。 于是啊,这球就提给了嘉庆。 请他圣柴,一个人不能有两个出生地啊,或者避暑山庄,或者雍河宫,请皇上选一个。 嘉庆也很敢意外,他也以为他爸就生在避暑山庄。 说怎么要出个雍河宫的说法? 说那是你爸说的啊。 于是刘凤告就把乾隆司集啊,给捧来了。 其中凡是乾隆自己说生在雍河宫的地方,都夹到黄纸条,你自己看。 嘉庆一看, 爸说既然生在雍河宫, 那叫雍河宫吧。 于是啊,乾隆司录就采用了乾隆出生于雍河宫的说法。 可以说啊,嘉庆根本就没重视这回事。 为什么呢? 乾隆司录虽然采用了雍河宫的说法, 但是呢,实录不出版发行啊, 就抄写五套。 沈阳故宫放一套, 避暑山庄放一套, 圆明园一套, 紫禁城放两套。 别说一般人不能看, 君级大臣都不许看, 那是神圣文献的。 而对社会上流传的乾隆生斋, 避暑山庄的说法, 他没有加以禁止, 甚至连自己, 就是嘉庆自己写的诗集里边, 都写的他爸生在避暑山庄。 他都没做调整, 依然在发行, 在出版。 君臣都没大当回事。 时间一长, 就忘了。 真没想到, 嘉庆遗造, 又把这个陈芝麻烂骨子给翻弄出来。 乾隆身世, 是清史上所谓清朝四大遗案之一。 乾隆皇帝究竟出生在哪里? 是避暑山庄, 还是雍和宫? 这是关系到皇室的体面血统的大事。 根据乾隆时录的记载, 乾隆皇帝出生在雍和宫之说, 已是盖棺定论。 谁知, 嘉庆遗诏却又出现了避暑山庄之说。 这就导致了一桩震动朝野的嘉庆遗诏风波。 汉林院编修刘凤告抓住时机及时举告。 但, 刘凤告为什么要这样做? 难道他跟军机大臣有什么过节吗? 刘凤告是个才子。 字写得好, 文章做得好, 电视中过炭花。 大家都知道状元榜眼炭花, 全国第三。 但这个人一副明示派, 架子大, 尤其好喝酒。 好喝酒的问题不, 它是酗酒。 总耍酒粉。 刘凤浩中了炭花的时候, 还没对象呢。 满朝文武都巴不得有这么个成龙快婿。 结果介绍一个黄一个, 介绍一个黄一个, 就是因为他老耍酒粉。 你到人家去耍酒粉去。 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 所以刘凤浩, 刘凤告啊, 人缘不好。 在嘉庆十四年的时候, 刘凤告啊, 主持浙江湘市。 湘市就是考选举人的这个考试, 犯进重举不就是湘市。 刘凤告主持浙江湘市。 受人自托, 把两位考生安排在湘林的位置上。 干啥? 说是互相造影, 实际上就是要作弊。 被人给告了, 经审理, 最后判了流行。 今天已经没有流行了, 就是流放。 流放地定在新疆伊犁。 这个时候啊, 也不知道谁跟这嘉庆皇帝就嚼舌头, 说呢, 新疆那个地方啊, 这远是挺远, 但是呢, 那个地方啊, 最近这几天经济搞得不错啊, 这风景原来就好, 说那维吾尔州姑娘, 说能歌上舞, 说那个地方, 你把小刘弄那地方, 她能安心改造吗? 说建议改为流放黑龙家, 说那嘎的, 冰天雪地, 野兽出没, 昼短夜长, 贼冷贼冷, 说江湖环境, 就利于思想改造, 嘉庆皇帝说, 说这简单, 说那让军机大厂改一下, 改为流放黑龙家, 大家说你这又在这边拍下花, 我查青石楼查出来了, 刘凤高一案, 从调查到处理结束, 是托尽一手报办的, 这个院, 结的不小, 刘凤高啊, 在黑龙江一待, 就是四年, 其实也没遭什么大罪, 从此以后, 黑龙江官员给皇帝写的诈诈, 全是刘凤高写的, 家庆皇帝都看到了, 说这不都是小刘写的吗? 所以你们黑龙江, 连写这人就找出店来, 他在那改造, 你再让他写这种, 总之吧, 黑龙江官员给刘凤高说了很多好话, 四年之后啊, 就把他赦免了, 回来之后啊, 让他做汉林院编刑。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将韩兰的。 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 道光皇帝遇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难题, 英国商人大规模地向中国走私鸦片, 达到泛滥的程度, 鸦片侵害着中国人的躯体, 危及到国家的安全, 到底怎样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道光君臣绞尽脑汁, 众说纷纭。 那么, 关于禁烟究竟有怎样的争论, 道光帝又该如何来遏制这股毒瘤呢? 辽宁师范大学玉大华教授, 精彩解密清政府禁烟事件的台前幕后, 道光与鸦片战争之, 禁烟之争, 敬请关注。 上高人为风, 红卡集团, 林达迪克新凯月, 焕然上市。 思念金牌水饺, 好功夫, 好材料, 自然好味道, 让世界尝尝中国的味道, 思念金牌水饺。 进来。 进来。 家庆遗诏颁布后, 曾经参与编撰《乾隆石入》的流凤告发现了, 遗诏中非同小可之物, 于是四年前的奇耻大乳便油然而生, 他想借此机会搬到正地, 但怎奈自己人为言轻? 于是他找到了大学士曹振军, 请他上奏皇上。 那么, 见到奏书的道光帝是如何向军机大臣发案的呢? 道光皇帝啊, 给军机大臣发了一道招书, 这个招书啊, 怎么说呢? 说先帝去世的时候啊, 你们拟一招, 我在悲痛之中没有看出错误, 也有责任。 但是, 想你们干了这么多年, 你个一招不应该拟错。 没想到昨天啊, 我这心情稍微稳定点, 我看看我父亲的一招, 结果发现那里面说我爷爷生在避暑山庄, 我又查我爷爷的思路, 思路里记载生在雍和宫, 我又查我爷爷的诗集, 其中爷爷说自己生在雍和宫的地方, 共有山处, 你们说生在避暑山庄, 你们给我明白回奏。 军机大臣肯定是懊悔到了极点, 早知如此, 何必话舌天竺, 假那么一句干啥, 本来也是不重要的一句, 但是皇帝已经指着鼻子, 让他明白回奏了, 就得硬着头皮去解释, 军机大臣的回奏, 很快就摆到了道光皇帝的案头, 军机大臣解释啊, 说你爷爷, 生在避暑山庄的说法, 见你爸爸的司机, 第十四卷, 第六卷, 两处, 至于你爷爷的实录啊, 咱没看见过, 你也不让我们看, 不知道, 可以说军机大臣的回奏啊, 很有力, 也很强硬, 因为前隆帝的这个, 这个实录固然是神圣的文献, 那嘉庆的司机, 那也是神圣文献的, 都是主入, 咱都惹不起, 你爷说自己生在雍和宫, 你爸又说你爷生在避暑山庄, 你让我们做臣子的何所依从啊, 其实啊, 到底生在哪儿, 应该问你爷爷他妈, 你爷说的未必就可靠, 当然这话不能说, 这是咱们私下说, 更何况, 你这个乾隆实录, 你藏在内府, 不让我们看, 不知者无罪嘛, 于是事就僵在这儿, 事情啊, 既然捅开了, 就得有一个结果, 要不然呢, 把乾隆出生地, 弄俩地方出来啊, 确实也不严肃, 有损皇家的脸, 但是你不强词夺理这个事, 还就解决不了了, 于是啊, 道光帝就决定啊, 蛮横一把, 道光帝说你军纪大臣啊, 你实属巧遍, 你误会私意, 误会谁私意啊, 误会他爸的私意, 写诗的私意, 所以你实属巧遍, 误会私意, 然后不许再分辨, 立即做出决定, 两位领班军纪大臣, 一个是托金, 一个是戴金员, 各将士级撤出军纪处, 什么概念, 国务院副总理级啊, 一下子降为厅级干嘛, 免出军纪处, 道光皇帝是在借题发挥, 但是这种借题发挥中啊, 无理之处不少, 第一, 关于乾隆出生地的问题, 乾隆跟家庆说法不一, 这是发生, 发生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 不怪军纪大臣, 充其量就是军纪大臣啊, 他知识面不宽, 又没多长几本参考书, 查一查, 而已, 说第二呢, 道光不也有私查的责任吗? 他你好一遭, 你说行, 才发, 发到全国去的, 那么现在呢, 你把责任全推给军纪大臣了, 固然不能追究皇帝的责任, 但你把责任全推给别人, 那你这做人也太不仗了, 第三呢, 根据常识可以知道, 这道包含着所谓错误的一章的拟定者, 肯定不是脱经格格局员, 应该是军纪处啊, 班次比较靠后的大臣理的, 但是那些人没有被深究, 而负有领导责任的被降了四级, 还给撵走了, 虽然说负有领导责任, 但你道光不也负有领导责任, 你不是也没看出来吗? 结果把我们一下撤出去击处, 你这到哪去说理去? 或许是出于对以上欠究的考虑, 道光皇帝啊, 到此为止, 再没纠缠这个问题, 拉倒了。 关于乾隆皇帝究竟出生在什么地方, 从乾隆到嘉庆再到道光, 闹腾三朝也没有闹腾出个结果, 最后还闹腾出了一场宫廷正的风波, 道光帝利用乾隆帝出生地制事件, 发起一桩震动朝野的遗诏风波, 延成了托金和戴军园这般前朝通传, 这明显带有借题发挥, 小题大做的意味, 但是道光帝为什么刚刚一上任, 就急急忙忙地要改组军机处? 军机处在清朝究竟是一个什么机构呢? 为了理解道光皇帝改组军机处的重大意义, 我要介绍一下的军机处, 介绍军机处啊, 那要从中国的皇帝制度说起, 中国的皇帝制度创始于秦始皇, 基本规则是皇帝之下设置丞相, 总领百官, 治理国政, 也就是说啊, 皇帝和百官之间隔着一个丞相, 丞相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权力击打, 打个比方说吧, 皇帝是法人代表, 是董事长, 丞相就是总经理, 但是呢, 这个董事长对总经理啊, 总不放心, 而且也老闹矛盾, 所以明朝的时候, 干脆就废除了丞相, 皇帝成了董事长兼总经理, 这样一来啊, 皇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骨骨, 威胁小了, 那凡事有一利, 必有一弊, 什么弊呢? 累, 毫不夸张地说, 从此皇帝就成了, 皇帝就成了天底下最辛苦的人了, 每天要看几十道斗折, 立即形成一件下法之行, 每天还要接待几帮中央和地方官员, 要做出指示, 工作量之大, 对人智力和精力的要求, 差不多是极限, 繁重的工作啊, 无人可以分的, 也没人敢分的, 又没有找个人, 又不能找个人去诉说苦, 所以明朝啊, 在废了丞相之后啊, 就设了个内阁, 帮皇帝拿到主意, 做一点决策, 1729年, 雍正皇帝借口对西北用兵绕过内阁, 设立了一个临时性的辅佐机构, 军机处, 军机处, 实际上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处, 他不是国家的正式机关, 全国无论中央还是地方, 没有任何一个部门, 任何一个官员, 归军机处直接领导, 军机处只为皇帝服务, 他没有蜀官, 他连个衙门都没有, 军机大臣呢, 由皇帝从中央各部长官当中指派, 指派到谁呢, 谁就保留原来工资待遇, 到军机处办事, 做军机大臣, 军机大臣一般是五到七个人, 下边还有十几个军机章节, 为什么还保留原来工资待遇呢, 因为军机处是个临时机构, 他没有编制, 他也不发工资, 原来挣多少钱, 还挣多少钱, 说是临时机构啊, 直到1911年才才撤, 大概是世界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临时机构吧, 达182年, 为什么延续这么久还不撤他呢, 就是他对保障皇权, 保障国家机器顺畅运转太有力了, 他干啥啊, 有两个职责, 一, 替皇上拟圣子, 然后下发各地执行, 这个权力我们不晓, 第二, 当皇帝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啊, 可以提点建议, 这个权力就更大, 可见军机大臣可以影响和左右化, 有了军机处之后啊, 皇帝的工作量能稍微游说减轻, 正因为他不是一个正式的衙门, 所以他就没有衙门里的木器, 人少反而提高了工作效率, 没有蜀官就不能形成自己的帮派势力对抗皇权, 那么没有官署不怕啊, 皇帝借给他一间半房, 说不够, 一间半怎么够, 后来皇帝说那再借三间半, 再多没有了啊, 一共五间, 那既然是借, 当然不能把好房子借给他, 军机处啊, 住在宝盒殿以北, 前清门以西, 隆中门以东, 紧贴着内庭大墙一流平凡。 今天到故宫里边啊, 去游览, 参观了军机处旧址的人啊, 无不大失所望, 原来威名赫赫的军机处, 竟然这般的溅漏居处啊, 其实啊, 头些年啊, 那还是个小卖店, 卖盒饭, 花生米, 牛肉干, 烤鱼片, 火腿肠, 还有胶卷, 只是最近这几年, 才恢复了原貌。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文, 在孔子的一生中, 他以做官从政, 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目标, 但是在现实中, 却屡屡捧毙, 甚至说出了, 主张行不通, 就要飘洋过海的气化。 在政界, 孔子并不得志, 但是另一方面, 在政界不得志的孔子, 成了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巨星。 自孔子以后的两千多年来, 孔子作为天地君亲师中师的象征, 成为了中国人鼎礼膜拜的对象。 那么, 从为政到育人, 孔子的角色是如何转换的呢? 厦门大学一中天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一部, 石化孔子之, 头号教书将。 舍与德感悟智慧人生舍得酒。 更快 更强 更优 奥优 很高 奥优如品 高度 决定视野 角度 改变观念 尺度 把握人生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 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独家代理 郁大华教授认为 组建于雍正七年的军机处 它实际上是一个可以影响 王朝大政方针运作的政要部门。 道光皇帝继位不久就改组军机处, 可见他要构建一个符合自己政治风格, 善于指挥灵活的辅足机构。 道光帝通过遗诏风波实现了对军机处的改组, 表面上看没有掀起大的波澜, 但是他对晚清政治的影响关系极大。 因为在脱金带军员退出军机处的同时, 曹振雍坐上了首席军机大臣的位置, 这基本上确立了道光王朝的政治风格和用人标准。 那么, 曹振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能够辅助道光皇帝渡过前面的急流险滩吗? 提到曹振雍啊, 今天的人啊, 已经感到很陌生了, 确实, 这个曹振雍啊, 是一个做官, 那不大做事的人, 所以知道他的人不多, 完全正常, 但是你要论有清三百年, 谁的官当得最顺当, 谁做官时间最长, 谁最会做官, 非曹振雍莫属。 曹振雍是安徽色仙人, 自称是朝朝的敌买后裔。 在乾隆朝啊, 就是国家重点培养的青年后备杠。 在嘉庆朝, 成为国家不愿大臣, 做过吏部尚书啊, 等等职务。 到道光朝, 就成了皇帝的心腹了, 首席军纪大臣啊, 他的仕途一马平川, 无斋无难, 那么平步青云啊, 一直干到八十岁, 才退休。 当官当了五十二年啊, 但是呢, 他一生基本没有建书, 民国初年, 写青丝稿的时候啊, 写曹振雍传, 就写了七百字。 虽然当了一辈子官, 而且未及人臣, 一提笔才知道, 除了一生履历以外, 就没啥可写的。 大家知道, 晚清官藏有个做官, 六字诀, 叫多克头, 少说谎, 这就是曹振雍说的。 这么说起来, 说曹振雍算是个好好的先生了? 其实啊, 他还是个大花头。 做官有一条宗旨, 不娶有功, 但修无过, 轻衣不负责任。 有一次啊, 道光皇帝啊, 出题考试汉林院, 答的情况非常不理想, 很多汉林院的汉林呢, 看不懂这道题, 题都看不懂你怎么答呀。 当然了, 想把一个人考入, 很容易。 这道光帝就活了, 骂汉林院, 你们怎么管理他, 平时也不抓学习, 那么都是一群不学无术的人。 骂够了, 看曹振雍在这儿, 说老曹你看, 说这题你看看,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看懂? 曹振雍看了看, 告诉皇帝, 说皇上, 我也看不懂, 他也看不懂, 他不愿意往那里搅和, 我也看不懂, 还有一次啊, 早朝, 结束的时候啊, 皇帝告诉说, 说这样吧, 说大家就回吧, 说老朝你留一下, 那你们就走吧, 那你也走, 那都走, 曹振雍说, 有什么机密的军国大事啊, 这是要咨询, 结果曹振雍, 曹振雍过来了, 道光你问他呀, 说我问你个事情啊, 你如实回答, 他说那当然, 那是自然, 说这个鸡蛋啊, 多少钱一个, 鸡蛋多少钱一个, 曹振雍脑瓜一转, 就明白了, 皇帝呀, 让那个内务府的预算房啊, 给算计了, 可能是算计到狠点, 起了一席子, 所以曹振雍立马回答, 说回皇上的话, 臣不知道, 臣不吃鸡蛋, 因为胃口不好, 消化不了, 从不吃鸡蛋, 要不然, 我给皇上打听打听, 说那算了算了, 别出去说, 那的, 曹振雍不愿因此跟内务府结怨, 鬼知道他们把鸡蛋说成了多钱一个, 你给皇上买鸡蛋, 还论个, 曹振雍之所以能够被重用, 发现遗诏中的错误, 固然是一大功劳, 但更关键的原因啊, 在于他的风格, 跟道光皇帝喝盘, 一位谨小慎微的君主, 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个, 更谨小慎微的辅佐者, 君臣之间啊, 互相影响, 曹振雍首先向皇帝传授工作经验, 道光干皇帝干了两个月, 就干了个焦头烂额, 每天面对堆积桌子上的这个奏折, 看都看不完, 那就不用说还要裁决了, 在这个时候, 曹振雍就跟皇上说, 说这大臣的奏折啊, 皇上要能都看完呢, 更好, 要是不能都看完呢, 那不看也行, 道光帝说那怎么不看还行呢, 曹振雍说呀, 说这些大臣们呢, 就愿意上奏折, 显示工作态度积极认真, 更何况他们都不用自己动笔, 他全有幕僚, 有诗意替他洗, 说但是你皇上没人替呀, 我们又不能不让他上, 你把皇帝累得你看看, 累成这个样子, 现在天下太平, 其实没多少事, 那么皇上呢, 能看更好, 不能看呢, 你就不看了, 不看了, 那么你挑几个奏折中的细节错误, 然后触分他, 让他知道你明察秋毫, 他就不敢骗你了, 哎呀, 说什么细节错误, 比如说, 语法错误, 比如说格式错误, 比如说笔环的错误, 这我明白, 这个好找, 比做决策容易, 拿着方大镜看, 就是了, 好, 到广帝啊, 以后就抽查几个奏折呢, 看到的是哪有错, 很快就找到错了, 到过年了, 皇帝对给自己服务了一年的臣子, 他表示表示, 决定给, 每个省的总督或巡抚啊, 一个人赏赐五金, 鹿肉, 鹿, 鹿肉, 大伙说一年到头, 就这么点福利啊, 哎, 就这点福利, 还得上折谢恩, 其中有一个巡抚的谢恩哲, 把鹿这儿少写了一笔, 当然不是很关键的一笔, 要不仔细看, 还真看不出来, 但道光爷看出来了, 立即传子身赐, 但这怎么说也不是个大事吗, 不, 他说你工作太多问题, 你连个路这儿都不会写, 你还能干别的吗, 这下麻烦了, 这大伙不断的上头这儿检讨, 搞得全天下人都知道, 道光皇帝明察秋毫, 猜得过滚, 年也过完了, 那么这样的事情啊, 接连发生, 很多官员被降级, 罚奉, 恶果就出来了, 从此啊, 大臣们轻易不敢上周知了, 越琢磨, 越觉得还是多客头, 少说话对, 总之啊, 通过一兆风波, 道光帝实现了对军机处的改组, 选中了与自己政治风格, 合拍的新助手, 应该承认, 选择曹振雍是一个败笔, 曹振雍当然不能说是个奸臣, 但是在清朝由胜转衰的关键时刻, 需要的是大自大勇, 敢闯敢干的人物, 曹振雍用这种谨小慎微,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的思路, 只能给王朝的没落, 雪上加爽, 从此啊, 目光短浅, 谨小慎微, 注重形势, 挑剔细节, 多客头, 少说话, 就成了这个王朝的一个风格了, 这深远地影响了万清的政治, 大清朝还有机会吗, 请看下集, 谢谢。 刚刚登基的道光皇帝, 朝鲁满志, 撤换了原来的军机大臣, 换上了自己的心腹, 从而确立了道光王朝的政治风格和用人标准, 而这种政治风格与用人标准, 对后来鸦片战争时局的发展, 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俗话说, 新官上任三把火, 新登大宝的道光府邸, 将会如何治理朝政, 而此时的大清王朝, 又是怎样的一种官场形象呢? 辽宁师范大学玉大华教授, 继续做客百家讲坛, 精彩讲述道光与鸦片战争第三集, 立志南清, 敬请关注。